来自印度的两位志工 世国和世阳 下午在台中静思堂 皈依上人 还带来特别的礼物 我是一开始不知道 要给你什么礼物 所以我是呢 去摩哈佛提寺 找佛提寺的椰子 早上四点去寺苗 然后是找那个寺兰 掉下来的 对对对 很香 今年六月份 印度这一位小男孩 山迪普 四只鲜兽 却挺着好大的肚子 希望能找到这个小男孩 寻人的抄底任务 就由印度当地种子志工 世国和世阳来共同完成 我们就想到 一定要救命这个小男孩的生活 就我跟世阳师兄 一起来就是帮助支持 这个小男孩 顺利找到的小男孩 还陪着他就医 检查发现 他是肾脏有问题 开刀后很顺利 排除腹水 世国和世阳承担着 使命在印度发扬慈激住人的精神 希望更多人能与爱与善同行 大爱新闻 将军国际中台中报导 并且请您的远远 请您的远远